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有一位朋友提问 李老师能不能讲一讲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 什么情况下需要改相 什么是外分晶 什么是内分晶 也有风水是说改相没用 必须签坟才可以 说内部不好 改相也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 但是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 什么情况下我们不可以不签坟 我们改相就可以了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内外分晶吧 这是一个坟墓 这里面是一个棺木 这个地方是墓碑 那么我们通过墓碑钉的像叫外分晶 棺木的像叫内分晶 这叫内分晶外分晶 这样子 这个很简单 当然有些人他会中央 这个持用的不太好 就是说喜欢装玄乎嘛 可能会把它说的很怪 那么在风水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很基础的 就是说如果外面立了碑或坟墓的形状的朝向 我们以外分晶为主 就是说改碑是可以改相的 你不一定非要去动棺木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动棺木 但是这位先生他说 如果内部不好 改相也没用 这个说法呢 有点不符合道理 因为内部不好 改相没用 这个内部啊 他说的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棺木的这个像 棺木 这个棺木的像内部不好 比如这个像 他认为这个像不好 那么你外面改相也没用 其实如果让我来讲的话 应该这样讲 如果你这个坟墓的外环境不好 改相也没用 这样说的话会更有道理一点 外环境 因为内部不好 他只是像的问题 既然是像的问题 说明他就能改 只有一种情况 必须要牵着 就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差了 就相当于是你这是一个坟墓 我们这是一个山脉 本身是很好的一个山脉 然后呢 因为修路 把这里给切断了 这个地方呢 一条高速公路就过来了 刚好从你坟的旁边切过去 而且你的坟后面正好对着这个缺壳 那这个就叫外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你改相的确是没用的 你怎么改 你都在这里 你都会受到这个像的风的吹 不聚气 不长风 野主凶 这叫坐山空虚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牵着 你改相也没用 但是如果当外环境是挺好的 没有这些问题 只是像的问题 只是像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改相 而且改相是不需要去动棺木的 我们直接可以立一个碑 我们直接可以用木碑来改 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动棺木 而且有的坟木它都几十年了 有的棺木比较差的都已经腐掉了 你怎么去动呢 有些人说检果 然后再用一个棺木装起来 然后再下涨 这个意义是不大的 劳命伤财 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说以墓碑来改相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而且阴灾风水它是以外为主 外环境的 就是后面的山前面的水左右情况为主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他又问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 这里告诉大家一点 坟木是不能够乱动的 风水当中有句话叫腹部改门 腹柜的时候不要去改门 那么腹了过后 负了过后也不要去动坟 这是两个原则 就是说当你很发达的时候 人低兴旺财运也比较不错 家里面也比较顺利的时候 不要去动坟墓 特别是祖坟不要去动 不要去轻易的听信 某个先生说 你这个坟墓动一下你会更好 一定不要去贪心 有的时候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你非要去动 动不合适叫出问题 去了也不要去改门 这是两个特点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来讲 就是当你家很顺利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动坟 就这么简单 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呢 两个情况 第一个因为开发必须要签 那你肯定要签嘛 你不能当丁字户 你不能说我就不签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非常不顺 家里面频繁出现人兵死亡 或者说家里面几代人都得同一种病 而且生命都不长 可能跟祖坟有很大关系 或者是家里面所有人的婚姻都不好 全部离婚的 这种很多啊 也可能跟祖坟有关系 或者是非常的贫穷 几代都穷 也可能跟祖坟有关系 那么这种情况 你就找一个真正懂的人来看一看 看一看是哪一个祖坟 引起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祖上肯定有祖父的坟 祖母的坟 到底是祖父的坟 还是祖母的坟呢 这个要想一想 你不能说两个坟我都动 或者说我们家族有三四个坟 我们全部都动 只动一个 我们只找问题的核心点 然后只动这一个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动坟 但是你并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你就不要情绪才去动了 动不合适就会出问题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就明白啊 所以另外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改相 改相的目的是因为 你这个坟的相已经过气了 已经过气了 比如说你是六运账的 你只望六运 七运已经不忘了 那么你在七运均应该改一改 这样子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相不合杀水 和杀水都不符合 我们可以改 就是这个相有问题 我们就改就这么简单 当外环境比较好的时候 改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外环境本身就出了问题 你怎么改相怎么用的 所以说 所以说 从水是说改相没用 必须要签坟才可以 如果你这个问题 你要去和他好好聊一聊 到底是因为外环境 某个位置 比如说向上出了问题 坐上出了问题 或者说前面修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而影响了外环境 才需要签坟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要去了解清楚 可能这个先生是说 你的外环境已经出了问题了 你签坟必须签坟 改相没用 这也有道理 但有可能外环境根本没有问题 他故意这样讲 也有可能 因为签坟才能赚钱嘛 对吧 光给你看一看收多少钱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了解 所以什么情况下需要签坟呢 我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永远记住 复顾改分 只要你很好的时候 除非政策的原因 不要轻易的去动你家的主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呢 下一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阳宅的地运 应该如何推算 我们下期再见